前面画好之后 最后我们这里稍微调整一点 这里稍微做一点弧度 然后这边呢 这里都接近90度 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抓到这里之后 我就把所有的辅助线 像这些呢 我就数据全部标出来了 到时候会做一个图纸 给大家 我把所有的辅助线给删除 这不要了 好 这条线保留 这个都不要了 我们直接呢 在这个前片的基础上 来画一个后片 就可以了 我把这里的线条 全部设置为 吸线 首先我们从这个点 前片这个点进来一厘米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里 画上去15公分 这个15公分是定值 不管你做多大的 这个是始终是不会变的 不管你的当身 还是当前 这个15公分 记住哈 是不会变的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是两公分 叫15比2 主要呢 我们是求得这条当的斜度 那你的宝宝 假如 小童一到三岁 那你这个呢 1.5就够了 15比1.5就行 OK 然后呢 我用绿色的 我用紫色的线来表示 后片啊 这里做好之后 我们把这里 这条线是前面的水平线 是吧 然后把这里呢 多出来的切掉 直接在这里 以这条线为基准 给它延长出去 3厘米 2.5到3厘米 那小童呢 一般都是2公分 2.2就够了 那么中童呢 2.5 那么像这个1米4的 你就延长出去3公分 1米4以上的延长3公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3 做好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前面这一块 给做好 前面这里呢 我们直接 从这条线下落 0.6到0.7都可以 然后这个线的长度呢 是 腾尾 腾尾的十分之一 减掉1到1.5 记住吧 我们减掉1.5吧 抓到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当弯 给它画一下 那如果呢 大家呢 这里有一个 要一个辅助线呢 之类的哈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呢 用这种辅助线太慢了 直接画 你画熟了就很好了 直接拉尺子一笔 拿起线尺 一画就画出来了 把它调顺 OK 这里做好之后呢 我们尽量呢 这个当啊 不要挖的太直了 它接近呢 在这里将近两等分哈 我把这些删除 把它分成两等分 接近哈 两等分上去一点点 上去一个零点三 零点 零点四 左右哈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脚口 给它做出来 那么我们前脚口呢 是减一 二分之一减一 那我后面呢 是加一 一个减 一个加 那就是相差两公分了 相差两公分的话 我们就从这边 一边呢 给它延长出去 一公分 它就相差两公分嘛 是吧 这边 右边也延长出去 一公分 这里做好之后 我们直接从这个地方 拉一条直线 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从这里 稍微凹进去一点点 那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边是 这边的距离 跟这里是多少 将近两公分 我们可以呢 如果是你想打 肥一点 胖一点 你就这样可以 如果你想打 稍微打瘦一点 这个腿 那你这边呢 我们就是 把它弄进来一点点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将近 隔个距离 一点二左右 如果想肥的 你就直接打一条直线 都行 这里啊 好了 这是将近 一点二 一点二 后片 我们这边的侧缝 就完成了 其实呢 我们来换 做出这个 把前片 那我们这个前面的 腾围呢 是十分之一 减一 那我后面呢 就是十分之一 加一了 那么加一的话呢 我们是从 这个点 看清楚哈 我们是从这里 前片这里进来了 一公分 开始测量的 那么我们是 前面是 二十二 是吧 前腾围 那我后腾围呢 就是要达到二十四了 那么把这条线 做到二十四公分长 然后这边呢 我们垂直向上就好了 这条水平线 我们直接延长过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延长出去 一公分或者零点五 零点八都可以 延长出去零点八吧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 起跳的这个点 连接到这个零点八 这个点 那这个三公分 它不是定数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所画的 跟这里呢 要形成一个 接近于九十度角的 好了 然后呢 我是直接从这里 连接过来 然后到这里 连接过来 再到这个地方 这边出来的 就是这边出来的 也跟这边呢 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这边呢 是出来一点二 那我这边呢 也将近是一点二了 然后再连接到 这个一公分这里 这边我们一样 向里面凹进去一点点 让它整体就显得 就是说 让它这边 就是整体看起来的 是平行的感觉 好 那我们这个后片呢 就完成了 记住后片呢 我们是没有发 腰头进去的 前片我们刚开始 画的时候 是算进腰头去 那我把这个片 所有的辅助线 插掉之后呢 这个也没有腰头 在里面哈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 那我这里把它剪掉了 我已经 从这里 去掉了哈 我们画腰头进去呢 就是说 目的呢 就是我为了把它 分成三等份 找出这条腾围线 下去 我并 chiar 我们就 join 这个 门 游 MO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